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VPN软件 这个VPN软件是完全免费的 当然了 它也有付费的会员账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 我现在平时一般都是用它的免费账号 那下面咱们就开始了 首先我们先打开浏览器 好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网站 就是这个VPN的网站 这个就是这个VPN的名字 然后在网站上对这个VPN也做了一些介绍 它是一个快速连接的一个VPN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download 好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download的页面了 这个VPN软件它支持安卓手机和苹果iOS 另外它也支持桌面板 它的桌面板是支持macOS系统 然后这两个是安卓和iOS的下载链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点击下载 桌面板这块 我们就可以在这来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最底下 它列出了这个软件 它支持的所有的版本 有iPhone的 它还支持iPad 还有iPod 另外有安卓 还有macOS 好 这个就是我已经安装完成的这个软件的图标 它在我这个电脑的顶部 然后我点击它 这个是它的一个设置菜单 当然了 它有一个会员 这有一个会员架 如果说你要是觉得速度还是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来选择这个会员架 一般呢 就是用它这个免费的 现在呢 就已经是连通的状态了 然后呢 它这个下面呢 是这个站点 我们点击看一下 我现在连接的是加拿大站点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自动连接 有的时候自动连接 要是连接不上的话 你就选择手动来点击这些站点就可以了 因为是免费的 它有的站点呢 可能信号不好 我们就找这些信号还可以的吧 它这个免费的节点呢 其实比较多 另外呢 就是这个微频软件呢 在晚上的时候呢 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 速度会非常快 我现在是连接状态 我点这个断开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就断开了 如果要是再连接的话 我点击这个连接